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滑鼠的滾輪 一般來說 滑鼠的滾輪會故障 可能就兩種狀況 一個是 因為滾輪 它多半都會一格一格的 然後你在轉動的時候 你的螢幕也會跟著 一個一個一個的移動 像我的狀況是 一開始啦 我可能動一格 它跳好幾格 或者說我動了好幾格 它一格都不跳 然後演變到今天是 我怎麼轉 它都不會跳 而且一格一格的感覺會 越來越模糊 像剛剛就是 已經 可以說沒有一格一格 沒有任何一格一格的感覺了 然後就好它整個在空轉 然後甚至有時候可能 你放著都不要去動它 你會看到畫面自己在 跳 有點像靈異世界 一般這個是可以修理 像滑鼠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一般的 多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把畫圖丟掉 換掉 那就是你點一下 結果會變成跳兩下 就變成自動連點就對了 像你可能 開啟網頁 你點一個它開好幾個網頁出來 那個就是裡面那個 裡面有一個黃片 那個黃片變成說它那個 變形 應該這樣講變形 那個是可以修 但是修復的機率真的太低 所以基本那個就不建議修 那今天就是跟各位聊一聊 滾輪這個東西 如果像我剛剛講的那種黃畫 該怎麼解決 那一般來說 滑鼠就分有限無限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變功能化 它有的造型不一樣 有的是這樣直接握 然後有的是旁邊很多按鍵 那是最功能化 那個就點檔別論 那一般來說滑鼠怎麼拆呢 滑鼠都會有這個滑墊 一般來說滑墊是要嘛就一顆 要嘛就是一排 那怎麼去找螺絲呢 一般螺絲都會在滑墊裡面 那就是你可能 要指甲輕輕的壓 你覺得如果凹下去了 感覺像這個有個洞 多半裡面就是螺絲 像我的這個 它前面沒有 它的滑墊裡面是硬的 沒有螺絲 所以我沒有拆它 就把滑墊拆掉以後 如果是無限的話 電池也要拆 會比較安全 因為我指甲剪太短了 所以我拆不住 然後拆電池的話 不要從彈簧這邊拆 很容易把那個弄壞 電池拆下來以後 因為我的螺絲只有後面有 所以表示它就從後面開 就這樣 這樣就開了 然後我先說我剛剛講的連點滑鼠 如果你的滑鼠會連點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是可以打開的 這個蓋子可以打開 只是要慢慢敲 從外面敲 你敲開以後 裡面會有一塊 銅片 很薄的銅片 那個就是它 原本設計它有一個角度性 你按下去 它會觸動開關 去觸動一下 但是當那個變形以後 你可能按下去它會 抖動多下 所以就變成是連動滑鼠 所以這個我是不建議修 除非你整個就是把這個做換掉 才有機率 如果你是比較高單價的滑鼠的話 比較貴的滑鼠 可能就是去找舊的滑鼠 看它的規格有沒有一樣 譬如說這個是兩個點的 然後大小方向 如果都差不多的話 可以試著用移植的方式 去把那種比較高單價的滑鼠維修好 那今天這個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嘛 這是滾輪的問題 你仔細看喔 像 對焦對焦 像 這邊 這邊裡面有一個 有點像波浪片的鐵片在裡面 裡面 裡面這一片 它有點像是波浪 它有點波浪狀 然後 我們在滾動滑鼠的時候 你會覺得一個一個一個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然後它這一片是 有齒輪狀在上面 所以這個齒輪狀跟這個波浪的鐵片 它就會形成一個一個的感覺 這樣應該看得出來吧 如果 如果 基本上 除非你真的用了很久 這個才有可能會磨 裡面的那個 一格一格的齒輪 才會磨光 要不然 像我剛剛講的狀況 很多都是這個 你看看 它這邊 這樣有沒有看到 這個 它這個有一個類似夾的夾扣 可能 像我們在按 這個有按鍵功能 按久以後 它會把這個 這個座 往外推 推 推久了 最後這個黃片 這個 夾扣 這個夾扣 就會鬆掉 鬆掉以後 你就會造成這個齒輪 這個齒輪 跟這個 波浪的鐵片 接觸沒那麼緊密 那你就會 在滾動的時候 就沒有那個 一個一個的感覺 然後也就造成它裡面那個 觸點 沒辦法接受到你在滾動 那像這個 解決的方式很簡單 如果你的也是這種 這種形式的話 找個夾紙 尖嘴型也可以 斜口型也可以 但是要放得進去 就稍微這樣子 把它夾緊一點點 你不要夾太緊喔 你可以一點一點的夾 因為你夾太緊的話 會變成說 它這個塑膠齒輪 跟這個波浪鐵片 夾太緊 你的滾動會很困難 你就一點一點的夾 一點一點的夾 輕輕夾 輕輕夾 然後試到 你覺得有恢復原來的手感 然後再 裝上電池 下去測試 這樣多半都能修好 那如果不能修好的話 就 再換一顆吧 好 那裝的方式就是 一樣畫葫蘆 你怎麼拆就怎麼裝 這是最基本的 今天這個 非常簡單的 其實我剛剛已經修好了 只是 我夾完以後 都測試完 好了 我再想說 沒有拍片 然後這個只是一個 大概 所以說 如果你們的滑鼠 有問題的話 可以嘗試自己 修修看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其實 這種平價滑鼠一顆也不貴 一兩百塊吧 但是 現在這種環境 物價什麼都漲 薪水漲 但是薪水漲的幅度 跟不上 物價的幅度 所以 我的觀念 如果能省就省 壞掉的話 嘗試修修看 修得好 就省一筆錢 然後如果修不好的話 就 該花的還是要花啦 就不要 太省 幫助經濟 對了 我的影片還OK的話 請各位 多多訂閱 然後我 如果有什麼 我會的 其實有些 像我 像我們這種 有點類似DIY的 那種 Youtuber 他可能就是 會先分享 像我 我就是分享我自己 我會的 我碰到的 或我懂的 維修的東西 或維修的方式 跟各位分享 然後也希望 如果譬如說 你們有碰到什麼 疑難雜症 當然啦 如果你們有專業的 可以 解決是最好 如果是喜歡DIY的話 也歡迎把你們的問題 留言 然後可以大家一起討論 像我 我的車子的那兩個單元裡面 有進站啊 有汽車 然後 有很多網友跟我互動還不錯 就大家都會把問題的交流 然後研究出 他的問題點所在 或者該怎麼維修 或如何維修 會是最好的方式 你們如果 如果對我的頻道啊 不介意的話 覺得還OK的話 歡迎訂閱 然後 唱回來看 也可以把你們 想要知道的一些 維修的小技巧啊 或知識 跟我們分享 或者把 留在留言下面 大家一起提示 廣義 把問題解決掉 在這個不景氣的環境裡面 省一點酸一點吧 好啦 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